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首韩国歌曲 而这个歌曲就是名为江南style的一首网络神曲 因为它的洗脑程度非常的高 再加上在这个歌曲的MV里面 有一段非常受欢迎的喜马舞 于是在2012年的时候 这首歌曲毫不意外的火了 而且不是简简单单的小火 反而是火遍了全中国的大江南北的那种红 而且也不单单是在中国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甚至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影响了非常多的人 而这首江南style歌曲的演唱者名为《鸟叔》 凭借着这首歌曲火了之后 更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邀请 就比如说在中国 鸟叔的出场费就高达上千万 但是仍然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出现在很多卫视还有平台上 甚至在多个省份和地区的春晚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鸟叔的身影 鸟叔还在中国举办过巡回演唱会 甚至连周润发都要学鸟叔的奇马舞 由此可见 当年鸟叔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 但是这也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 在当时鸟叔因为这一首神曲 成为了当时很多国家追捧的当红明星 不仅仅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 成为了众人争抢的香伯伯 而且江南style这首歌曲 也成功的登上了很多国家的热搜榜单 音乐榜单更是占据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之后鸟叔的名字 也是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了 身影更是出现在了很多音乐平台 还有杂志上 之后鸟叔更是在很多国家 都举办了巡回演唱会 很多国家都在鸟叔的带领之下跳起了骑马舞 而且鸟叔还曾经被邀请进入白宫参加晚宴 收到泰国国王的邀请参加生日聚会 进入到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亲子接见 这其中的每一个成绩 拿出来都是了不得的事情 尤其是作为一个歌手身份的艺人来讲 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 简直是绝无仅有的 而鸟叔的这曲江南style 仅仅上线几个月的时间 就一下子获得了150亿元 直接成为了当年的热门级人物 更是打破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记录 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上去十分有喜感的小胖子 其实家庭背景了得 而且在此之前 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 更是曾经被学校退学 最后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其实鸟叔的家境十分的富裕 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小少爷了 自己的爷爷在韩国 是数一数二的半导体的公司 生意更是占据了韩国的一半以上 自己的父亲更是开了一个 规模十分可观的机械公司 家族势力十分的庞大 所以一出生的时候 鸟叔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从此更是吃喝不愁 只要好好的发展下去 随随便便都可以回家 继承上千亿的家产 但是从小就生活富裕的鸟叔 性格同样十分的叛逆 因为生活环境十分优越 让鸟叔的性格 变得十分的活泼和自信 再加上不愁吃不愁喝 所以体型也是越来越肥胖 但是鸟叔并不觉得自卑 反而让自己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幽默 毕竟身材上没有什么优势 只能从性格上寻找优势 而鸟叔自小对于经商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但是因为家族的事业和遗产 鸟叔就被安排到了 世界名校波士顿大学 去学习工商管理 但是对于这一切呢 鸟叔都不是十分感兴趣 虽然也曾经生出过 想要好好学习的念头 但是到底没有坚持下去 在学校期间 每天就知道玩 从来不好好学习 更是经常逃课 同时也认识到了 非常多的不三不四的朋友 每天就是进出酒吧 四处玩乐享受 但是这样的生活 到底是没有意义的 很快 鸟叔就接触到了一件 让他感到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音乐 毫不意外的是 鸟叔喜欢上了音乐 并且将家里给自己的学费 全部放在了对于音乐的追求和学习上 很快 学校对于鸟叔这样的行为 根本无法忍受 直接将鸟叔踢出门外 而面对这样的结局呢 虽然鸟叔的家族感到十分的气愤 但到底是自己家的孩子 还是不忍心的 没有办法 只好顺着鸟叔的性子去支持他 运用了自己的势力 直接将鸟叔安排到了伯克利大学学习 而鸟叔当时还和王力宏成为了同学 只是很可惜啊 虽然鸟叔对于学习十分的感兴趣 但是文化课却十分的差劲 最后还是因为没有取得一个好成绩啊 无法拿到毕业证 于是呢 在外求学多年的时间 到底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国内了 但是鸟叔毕竟赢在了起跑线上 哪怕一事无成 回到国内 也可以经过家里面的安排 签约一个好的公司 于是乎啊 鸟叔在2001年的时候签约了公司 并且发布了自己的专辑Bird 同时也为自己取名为鸟叔 虽然在之后 鸟叔凭借着江南style成名 更是让自己的家族同样走上了巅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鸟叔却因为自己的性格原因 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事情 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污点 甚至哪怕在火了之后 也成功地将自己的事业毁于一旦了 因为生长环境优越 再加上性格挑脱 长期生活在国外的鸟叔啊 也染上了非常多不良的习惯 其中一点就是吸毒 在2001年的时候 鸟叔在发布专辑的时候 吸取毒品被抓 但是因为道歉态度诚恳 再加上没有什么名气 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样的水花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很快鸟叔身上的另一个污点出现了 那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 按照韩国的法律法规 鸟叔本应该到了年纪去服兵役 但是一个公子哥 根本应付不了军队的环境 所以在自己的家族安排之下 鸟叔购买了一个工程师证书 仅仅只需要借助这个身份 去网络公司服役就行 按照这样的情况 只需要低调刑事 就不会出什么岔子 但是高调惯了的鸟叔 自然没有这样的想法 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严查鸟叔 于是乎这件事情 最终以鸟叔在监狱待了20个月为结束 而之后鸟叔凭借着江南斯蒂尔走红 狂揽150亿元 成功火遍了全球 但是同样他的这些污点 也被人们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 甚至还有因为火了之后 鸟叔的行为举止更加放荡 添加了非常多不良的行为和污点 而最终鸟叔的朋友更是跳出来指认 鸟叔的江南斯蒂尔是剽窃了他的作品 而这位朋友更是以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乎 这一个又一个的污点 就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鸟叔再也无力回天了 一下子成为了韩国的国耻 而现在呢 鸟叔也是退出了台前 转型到了幕后 更是开办了经纪公司 还曾经签约过悬崖 虽然这样的生活还算不错 但是和以前那样大红大紫的生活相比 一下子跌落太大 也不知道鸟叔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滋味